嗨大家,這是我 又是羅文煌 版主我啊 很有雄心的說這個禮拜六來做第三百集直播 可是現在還有缺幾集你知道嗎 然後都不知道在星期六之前可不可以把三百集 就是照順序的這樣講到三百集 然後就不用再倒講回來 不過anyway啊 最近版主我身上真的發生蠻多的事情 就是嗯... 改天有空閒聊再跟大家聊這件事情 可是會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那不過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叫羅文煌,我是一個作者,頂心教練跟頂媒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叫做 嗯... 放大你的解決方法而不是你的問題 其實我相信如果你跟著我直播很久的話 你應該常常聽到我以不一樣的角度 或不一樣的方法來解釋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因為為什麼你創造你的實相嘛 那最近對於這一件事情特別有感 特別有感的原因其實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最近我跟我老公啊 我們決定做一件我們平常都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要不是有機會產生 基本上這是一件我跟我老公想都不會去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最近決定take it on 那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有點算是大事 大事的原因就是因為... 嗯... 因為我們想要組一個球隊 我們想要組一個排球隊 然後... 呵呵... 組一個排球隊之後 因為整個繁魯細節其實蠻麻煩的 有包括說... 呃... 就是省政府可不可以允許這個球隊 允許之後我們要開始掌草地 找教練... 要有教練... 合格的教練願意交 然後有一陣子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教練 然後就必須要拉我老公下水 因為我老公他其實曾經是很會打排球的人嘛 那只是因為他一直覺得時間這麼久 他對自己沒有信心 所以要... 要去說服他、喜鬧他 然後把他拉下水... 把他拉下水這樣子 然後再到要找場地 要跟很多... 呃... 機關聯絡 然後去找人 然後到... 就是慢慢成型 這其實是一個發生得很快 然後每天... 幾乎每天都有心境染的事情 反正... 長話短說 雖然他不是版主我的長項 不過長話短說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要組一個球隊 那因為... 排球的真... 球隊申選期他已經過了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要去找球員的話 球員基本上就是所謂的underdog underdog就是... 沒有人要的 沒有人要的球員嘛 就是這些球隊們已經三選過了 他們不要才會把這些人的聯絡給我們嘛 對不對 那...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我們的球隊就一定沒有贏的機會呢 其實我覺得... 單就這一點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我跟我老公要... 特別站出來 嗯... 訓練這個球隊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跟我老公都是來自於比較困苦一點的背景 那... 我們的小時候都是你們所謂的underdog 就是可能比較不起眼 會容易被人家霸凌 容易被人家嘲笑的這些人 那... 是不是說我們現在長大之後 我們就是一事無成 然後完全就是...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其實不是 因為我跟我老公算是成人之後 反而比那些以前可能... 在學校很熱門很有名的人 還要來得成功一點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跟我老公的core 就是主要信念裡面其實都不相信 因為你是underdog 你就永遠沒有成功的機會 那因為這一個core的不利存在 所以我就會跟我老公說 這世界上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剩於我們可以實際親身的去證明給這些小孩子看呢 因為這些小孩子他們已經被社會認定說 啊你就是長不高、你不夠高、你不可能打球打得很好 你... 因為任何的運動大家喜歡選高的人嘛 你知道嗎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人人家就覺得說 啊你可能就是你知道你沒力啊你幹嘛 他們可能已經在這個年紀已經被社會標榜了 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好 那我今天跟我老公說 我們今天組的這個球隊 依照這些年來我所知道 跟依照這些年來所知道的 我們不是更應該以身作折的 來告訴這些小朋友們說 說其實這一句話不是真的 不是因為你是underdog 不是因為學校怎麼label你 或者是社會怎麼label你 那就表示說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成功 你一輩子就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是真的真的相信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會更想要 嗯... 以身力行嘛 那想要以身力行的時候當然 這些日子以來版主我腦子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包括怎麼訓練他們 怎麼讓他們來補足對方的不足之處 怎麼要以什麼樣子的方法去訓練 這一群覺得自己不夠的好的小朋友 讓他們變得夠好你知道嗎 所以腦子就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出來 那因為很多很多的想法出來的時候 也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就發現說其實 其實這些想法 它不一定只是適用在這些小朋友身上 它其實是適用在我們身上的 所以才會上來做直播跟大家分享嘛 你看說長話短說現在變成短話長說 不過我以為 所以特別上來做直播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啦 在... 在運動的 運動的環境裡面 我們很常看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叫做什麼 就是很會打球的人通常都會stand out 這個我了解 因為我女兒在這個環境下 她屬於會打球的人 可是我兒子就不是嘛 所以我有... 我有一個蠻極端的小朋友 你知道嗎 可是 通常在運動環境底下 這一些比較厲害或比較高 或比較會跳會... 會打的人通常都會被捧起來 捧起來就是 通常在一個球賽裡面 即使它是一個團體球賽裡面 它好像有點變成一隻獨秀 只要有你在我們就會贏 只要有你在我們就會贏 好像其他旁邊都是配角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在... 因為我看了球賽看了很多年 那我其實一直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 呃... coaching 就是不是一個訓練的方向 你知道 可是因為我之前 跟這個扯不上邊嘛 我只是個家長 我沒有那麼多... 我不會講那麼多廢話 呵 可是我有發現青少年這個年紀 他們的清心情跟情緒跟他們的自信 其實會很嚴重的影響到他們的表演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再回來看到這些 underdog的時候 我其實發現說 最好的教育方法其實 不是叫你一隻獨秀的教育方法 或許這跟我幾千年來的想法都是一樣 呵呵呵 而是既然是一個團體生活 我們都知道團體的運動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我知道有人顧著我的背 什麼顧著我的背 看我的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顧著我的背就是 我前面只要專心做我在做的事情 我知道我後面有人幫我顧著 團隊... 團隊運動裡面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其實是一種信任 信任就是 我知道後面會有人幫我顧著 我知道後面有敵人殺來的時候 有人幫我顧著 不管你在做任何的sport 對不對 所以你會知道說 真正讓一個sport成功的 其實不是一隻獨秀 而是一個群體的生活 那你現在開始思考 一個群體的生活裡面 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什麼是東西最重要的 我做好我的職位 我cover到你所cover不到的地方 那你就會知道 是不是整個球隊的人 都要像你這樣子一隻獨秀 就是那個很厲害的人這樣子 很會打 你會發現正常的情況下就是 啊很會打很驕傲 然後不會打的就一直拿著手指頭批評 你幹嘛做這樣 你幹嘛犯錯然後害我這樣子表現不佳 都是因為你所以我才知道 都是因為我這樣 在運動場裡面你很常看到這樣子的事情 都是因為你 如果人家都是因為他 都是因為他 所以這場球賽才打不好 對不對 我之後發現 這是我們的生活常態 我們很習慣性的 想要把自己變得跟那個人一樣好 你知道嗎 我們生活中球賽之外 他們打排球會不斷的 矮的人會想要跟高的人比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長得那麼高 我希望我可以跳得那麼高 我希望可以打向他們厲害 可是你知道嗎 身高這種東西沒有辦法調嘛 我就是長不高 那長不高怎麼辦 是不是就注定你不好 不是啊我已經說過了 這世界上你之所以長這個樣子 一定有他的原因存在 對不對 高的人有他高的人可以做的地方 可是同樣也有他做不到的地方 我怎麼知道呢 因為版主我是屬於高的人 我知道有些事情我是做到 有些事情我同樣是做不到 你知道嗎 我做到這個我做不到這個 這個情況下 矮的人就很有用 在球場裡面我發現也是這個狀況 高的人有他高的好處 矮的人有他的好處 可是大部分人在球場上會習慣性 只注意到高的人的好處 然後不斷的當你放大你的問題 問題就是我沒有辦法向那麼高 我沒有辦法向他跳得那麼高 我沒有辦法向他打得那麼用力 我沒有辦法向他怎麼樣的時候 當你在放大這個問題點的時候 你們往往都會發現 他只是不斷的讓你的自信心 越來越低落 因為你越來越不相信自己 因為你沒有他有的嘛 你沒有他有的啊 所以在你放大你的問題的過程當中 你的自信心是沒有的 你會越來越不相信自己 所以版主我在這邊說 你必須要開始學習換一個角度思考 換一個角度思考叫做說 我不要放大你的問題 因為我不可能長那麼高嘛 呵呵呵你知道嗎 我不可能跳那麼高 我也不可能打那麼厲害 那我想想看 我有什麼厲害 你知道你可以跳很高 可是你四肢長反應可能比較慢一點 我你知道矮一點 可是我反應速度比較快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或許我沒有辦法殺球 可是我接球會接著比別人厲害 一個球場上什麼都有 你必須注意到自己厲害的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那麼除了你注意到自己厲害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這叫解決方法 我如何contribute 我如何對這個社會有貢獻 因為你會知道 這個社會團體它是一個群體的 我們都是一個群體的 沒有人是一隻獨秀的 你知道嗎 好我一隻獨秀可不可以走這路 可以辛苦了一點 可是如果我是群體生活的話 我可以用半力達到相同的成果 你知道意思 不需要那樣子很辛苦的力 我只要找到自己厲害什麼 適合在什麼樣的角色裡面 如何安置自己 如何實際的發揮這些常能 那我就可以用一半的力量 去達到相同的成果 你知道 因為他打球六個人對六個人嘛 六個人對六個人 你一個人很會打 所有的力量壓力都在你身上 你總會累嘛 可是假設我六個人 都知道自己在幹嘛 都可以把他們的區域cover好 都可以做到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那同樣的工就會被分六份嘛 我是不是要做六份之一的份就夠了 可是我的cover是什麼 我的cover是全面的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拿球賽這個東西 來作為一個小型的社會模式 社會模式就是 當我們習慣性看到別人很好的地方 我們不足的地方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 像這些我即將要coach的人們的思考方式一樣 不是你不夠好 而是那本來就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回頭去思考自己厲害的是什麼 我會的是什麼 我可以怎麼做才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就像一個球場一樣 我要達到這樣的成果 我要怎麼樣可以有效均勻的分配我們的力量到 我不需要花這樣子的力 就是這樣子的力 可是同樣可以達到全部的結果 那就是當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時提升 每一個人都可以盡情的發揮他自己的長才的時候 那麼這一個團體就會在同時晉升上來 也就是說當別人在做錯事的時候 與其很努力的拿著指頭說 你幹嘛做錯這樣的事情 然後讓我看起來很難看 因為求退是一起的嘛 最好方法是什麼 我看到你哪個地方不足 我用我可以補足你的地方 去補足你不足的地方 那這一個 這一個環境它就會變成一個hole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不會拿我的指頭指責你 為什麼你不夠好 而是我我們可以如何互相幫助來彼 呃彼彼此的不全 我可以如何提升你 我可以如何幫你訓練你 讓你提升到跟我同樣的角度 因為為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我就失去了風光呢 不是 而是因為這樣子 我會知道我有非常強而有力的後盾 也就是說今天我可能稍微比你好一點 我願意花一點時間在你跌倒的時候 犯錯的時候想辦法 可以把你拉到跟我同樣的 呃程度 對不對 那有一天我會不會累 會我們 大家長大成的人都知道 很常累 你知道嗎 經濟不足很常累 呵呵 當我們在疲憊 匱乏 憂鬱的時候 對不對 走不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這些人也會用同樣的角度 同樣的能量來回饋給我們 沒關係我等你 沒關係 現在先讓我扛著 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你幫我扛著 現在先讓我 讓我幫你扛著 你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 你真的要試驗出來 其實是這樣子 堅定不容易被摧毀的Networking 你知道 你同樣可以戰勝那些 你一直覺得 比你還要好 比你還要更厲害的人 因為你們是吹不破的防衛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管再打得多努力 你每一個人都可以 cover one another 你同樣是攻不破的 所以不要因為 噢他們比較高 他們比較會打 所以他們比我厲害 我們永遠打不過這樣子的人 我覺得 今天至少我訓練這些人 是不一樣的角度 我希望你們可以拿 這一個很簡單的球隊訓練 或者是融入到你們的生活裡面 很簡單的一句話 當你把你的重心 著重在你的問題點之上的時候 它只會放大你的問題 而縮小你的個人自信 縮小了你的個人價值 所以你知道 與其這樣子做去摧毀自己 其實我最應該做的是 放在解決問題上面 與其一支獨秀 我最強的 我最能讓自己厲害的方法 是組一組一群攻不破的防隊 你知道嗎 因為我工作就不需要一個人做 我是由這一個團體這一個群體一起做 所以它就可以事半功倍 所以為什麼 身旁當你有注意到那些身旁的人 好像會把你的能量拉下來 會把你的整個個人價值 什麼都拉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版主我會建議你 遠離他們的原因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再來做直播做這個 呵呵 因為你希望要提升的是一個群體 而不是只有你 那種舊式的思考模式 我要成功只有我、只有我、只有我 其實已經不適用在新的時代 因為新的時代是一個覺知的時代 我們開始慢慢的知道 其實我們不是單立獨一個體的 的生命體 我們是習慣於群體生活的存在體 所以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會知道說 與其我拿著指頭指責你說 你為什麼這麼不好 最好的方法其實是創造出這一個 攻不破的、攻不破的團體 你知道嗎 呵呵 然後讓它變成我們的解決方法 與其是羨慕為什麼我永遠辦法 沒有辦法長那麼高 最好的方法其實是會回頭思考 因為你知道人生平台你選的 這個身高也是你選的 我為什麼選這個身體 我為什麼選這個身高 一定一定有它的可取之處 是你還沒有發覺的 所以anyway 就跟你說我腦子有很多東西 不過上來跟大家做個短暫分享啦 啊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網站 ruowen.com til then 下次見 掰掰 掰掰